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飛俠 今天幫大家跟進少少少少 Mini-C 的新聞 就是關於什麼呢? 就是關於 MR03 EVO 即是 Special Edition 其實每年年尾, 它都偷偷了一劑 看看你怎樣看 其實你問到它加來加的配件 都是差不多 我不知道為何它將 MR04 的年份 推到那麼遲 因為可能它始終 Q 數逆手了一輪 可能這輪還是在執行一些 即是它們所謂的內部 開發的開發方面 是有些滯後了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 MR03 變得特別長 那今次的 Special Edition 可能表面上看來就是 那些綠合金油壓桶 那些螺絲變成六角螺絲 六角螺絲是好的十字 扭的時候沒有容易崩 但是你問我用了久 都是會崩的 所以不要期望它是無敵的 但是裏面的影片 又沒有用什麼 是杜金 車底經常用杜金片 那各方面那些 其實呢 好像只有些基本盤的東西 那但是呢 原來我看 它那個 即是視頻那裏 就有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這次 它會把搖臂 現在這就是一份搖臂 這個蓋 它說這個蓋 蓋上去 其實這個不是特色來的 它在最後一句 就是說在搖臂上面 就多了Caster 就多了一度兩度三度Caster 那其實呢 原本它的前臂是沒有Caster 是令到Caster 那加上Caster 那是什麼呢 Caster 其實是一些回中 即是令到你的體 很容易就幫你回中 那它就變成 穩定性就會高一點 即是如果Caster 用了越大 其實應該是會 穩定了 因為它那個 前輪的斜 即是怎麼說呢 我們要看一下 它的輪怎麼說 它的輪的斜度 會斜 譬如 原本是垂直的 那Caster 一度兩度三度 它就會把車的斜 轉彎的時候 它就會盡量拉回去 好像你平時 在超級市場推手推車 那超級市場推手 你會發現 因為厚度的Caster 很大 一推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拉回直線 你不會左推右推 令到你很難推 那搖控車原理都一樣 那當你左轉右轉的時候 它很自然的車的 那個軚角 就會盡量拉回直線 所以就會令到你 直線穩定度高一點 那其實呢 我自己玩車 就如果玩Mini 仔 而言 Air Roland 3 其實PN 有出的Caster 而四驅後面 其實長期都會用有Caster 我自己就很少用有Caster 的設定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有Caster 頭會變成鈍 即會反應慢了 所以 你自己是想 會不會是因為 你用窄震 玩可能90 94的時候 你想那輛車 會受控一點 受油 就是受控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 左脫右脫 還是有什麼特殊 路面覺得很滑 首先 你需要用Caster 去控制住 穩定度 而是用輪胎 因為你用高度數的輪胎 其實整個輪胎 都差很遠 即是用10度變20度 10度變15度 其實整個輪胎的穩定度 已經高了很多 所以你用到Caster 的微調 是一些 譬如你 控制輪胎 各方面其他限制 或者你覺得 調教很輕量的時候 你可以轉用Caster 的臂 去做這件事 它也是另外三條膠臂 沒有金屬臂 沒有選擇金屬臂 也有三條膠臂 原裝的硬度 它好像都加硬了 現在這些版本 不是很軟 所以你用的時候 都不用太害怕 應該都可以的 最主要是讓它 傾偏向後傾 就是這個人 傾偏向後傾 這個人要傾偏向後傾 要不然把他 推向後傾 推向後傾 做Caster 其實他自己說 在Blog 都說 反應真的不大 可能變成後來 會有四五六七度的Caster 其實在大車的時候 都會有三四度Caster 所以你問我 實際功用是否很大 不是 多些東西可以調教 有時候有些直臂 都有Caster 即是直濕 都有Caster 設定的 你加上Caster Camber 各方面 加上的東西 混合一堆 你可能有更加微細的東西 可以幫助你 調教到你自己 想要的效果 但你問我 一般來說 你在街上玩 你換臂 換到Caster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再易拿了 頭再鈍了 反應是慢一點 通常 你很少要求 那車入得慢 那頭 mini 就是入得慢 那頭 通常都吃虧的 以計時來說 就是入得慢 彎心又 彎心又不夠 入得慢 這兩者是 萬mini C的死罪 但如果你說 小朋友操控 在街操控 初學 想多一些 可以幫助你穩定的東西 你可以考慮 在這個配搭 那就是這個 這款 本身 這個SP 才有的 還未有option 件 這個只是跟車才有 用的 option 件是未有的 這兩款都會有 同一 這款 例如這款 MM2 以及一個 闊陣的 8500KV 紅色 這款 亦都有這個配搭 可以留意 那 還有 上次 也介紹過 那個底座 我看到 在12腳option 件 已經有這個 出了 叫做MZW434B 要留意清楚 那 B 字 就反映了 在那個 當是改件 這個應該是改件 你看 所有部件 是幼新了 就是做人類粗 粗糙型 那所以呢 在這裏 就有一個新的型號 叫B 所以在街上買的時候 買了沒有B 那你就變得買了原裝 舊的一款 那你就要 玩車 通常都是買最新的東西 那你就要看 那 另外 也有人問過我 一些關於 MPOWER的東西 那 那上片呢 MPOWER是台灣廠 台灣 廠本身 做了很多金屬件 去配搭 在03 因為他們 不是03 不是03 是 MA030 和MA020 對 因為他們那邊 本身地毯長多 找四驅多 所以 四驅件比較多 其實我偶爾玩 偶爾都會用到它 去掃 不過呢 都是覺得 效果沒有我用膠件那麼好 那本身 例如你的盒 鼻子 它輕了的情況是有的 但有時候 即是後尾 本身 可能有些膠件 在腦袋的時候 感覺可能 有些彈性會咬少少少 尾巴咬少少少 如果你想尾巴反應快一點 可能用這些金屬件 就會有用 尤其是鋁盒 其實很重 它的盒子 慣性會大很多 我自己覺得 不是真的 那麼合用 但其實最新的電影 是出了什麼呢 就是頭的 即是阿萊的 Front Arm 即是Z 它做回金屬件 頭那裏 就是有這樣的設計 其實好處就是這個 它直接被你拿螺絲 傷一條彈弓 你不用怕它走位 這些的它就有 即是有跟進 但我覺得它這個處是靈異靈頭 所以我都不知道它是怎樣玩什麼 因為有人問開我都沒有實際的看過 譬如你那些尾巴 會給你多幾個洞 去調校那個 那個 即是油壓的斜度 令到它進入的時候 即是你想多動 動直動車 令到反應有什麼不同 你可以買這條巴用 因為這條巴用是經過更多洞 更多輕量化 所以它是比原裝Q素 多了兩個洞之外 還是輕了 但是我自己本身都可能用到第三個洞 多了 都很少用到去到五六七八個洞 其實這洞到公車的時候 你油壓勤成那麼多 你可能會加多一點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設定又真是見仁見智 還有QR 一會兒說 它一個金屬的女的盒 在這裏 其實最大的敵人不是這個盒 在這兩個膠點 它玩得很久會爆 如果你用完這堆東西 在金屬片的時候 你最大機會受不到就是這個蓋 但其實這個蓋又沒有金屬片 那你請人一帶金屬片 蓋受不起又怎樣玩呢 它就是這次有一個新的設計 來的 就是它的頂蓋 它可能是傷起上來就會這樣 形成高人的 就是讓你容易教一些 我自己還有多一點力點在拉 但是 我也是覺得 整個尾的膠件 組合 用回它的原裝設定 一來在駕駛的過程中 和跑的過程中 其實好像是輕鬆一點的 你說是否真的非常用金屬件可以幫到你 在這方面 我自己就真的是 覺得兩體 很多人改車 通常都覺得整個車 鐵甲馬淋合 這樣 我覺得如果你玩鐵甲馬淋合 不如直接玩GLA GLA 那些 本身的碳纖和 雷合金的碳 碳板 和那些金屬被你扭的程度 和整個車的油膠 有金屬扭的 比面是這麼正的 而且如果真的玩到車內的人 你會看到那些人 很多時候 他不會很介意 只是有時候用膠件 因為膠件有些Flex的位置 是令到你 一來可能輕 而Flex 是會適合你駕駛一點 而且三來 就是一爆了你 就知道你懶 你金屬有時候扭了 你不知道原來 那個位置可以熬了一點 搞到你的車的Performance 總是怪怪的 你適應你不知道 到你覺得換了另一件件 到時候的車是由頭設定 所以有時候膠件 有膠件有好處 真的 很多時候認真跑的人 經常都會用膠件 因為有什麼事 輕 整個東西換了它 我就肯定 確保我的Performance 是Stable 所以你記住 玩車不要太怪 別人覺得這麼膠 一定是便宜的 有時候 那些膠手 真的反而是 很膠 所以千萬不要少 駕駕駕駛的人 我覺得它整體的造工 可以 正正常 未知很突出 所以 有興趣玩 Mini仔 是否要買 Empower 的組件 可能有 replacement 你想的車保持久一點 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 是不是真的很推薦 我覺得OK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再問下去 那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分享我的資訊 拜拜